沙拉店铁门深锁 就连招牌上都被贴上招租告示 但这家店从前光景 可不是这样 店门口大牌长龙想吃到沙拉 还得等上半小时 店家盛况一天银额可以到8万元 但日前有员工没料 这名老板对员工的待遇非常的差 一名干板师傅 工时超过11个小时 每天剁将近500只鸡 休假少没有年假 还强迫劳工放弃劳健保 甚至在5月中失踪 6名员工薪水和资险费全部泡汤 老板恶行还不止如此 这方面就会变成 没有出到任何一份的投资金额 就来跟人家做合作 吸取投资人的钱 那上面上也没有任何的开销 也没有任何的做账的金钱 就不见了 变成好像是诈骗期间说话的 原来他并不是第一次 骗取人投资店面 前员工也爆料 老板以开新店为理由 说服他未来可以分红 砧板身份看在他老板18年勤奋 向银行贷款100万元 随即老板就逃之夭夭 我实际上我知道 他们在新竹关东那边 买了一部2000多万的房子 还有比如说有买车 砧板的老板疑似卷款后 拿去置产房屋 甚至平常也经常开着跑车 趴趴走 现在却消失无影无踪 5月底将店面关闭 店员也不断请他回店 也询问他开店时间 却还是找不到人 老板无预警借钱逃跑 员工向银行贷款奔向投资 但现在洗汗泉全泡汤 成为老板逍遥享乐的钱财 记者和梦谦曹娇人新竹报道